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让非常多的人爱上了这一个长相 非常帅气性格 也十分可爱的男明星 而他才在前一段时间才正式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 作为一个学习表演的表演生 他的未来真的是让我们十分的期待呀 本身的长相就符合了现在非常多网友的喜爱 再加上非常优秀的演技 在传闻中的陈千千这一部电视剧爆火之后 他的资源也明显好了起来 在这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他也接到了几个本的世纪 在2021年也会有非常多的作品与我们见面 而任明同样也是一位专业学习表演的表演生 他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好了 通过郭敬明导演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成功出道 他在这一部影里面饰演了主角 很让人可怜 他非常优秀的演技 几乎让所有去观看这一部电影的观众们的代入感 都是非常的强 而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正式出道之后 他的发展之路也是非常顺畅的 前一段时间获得非常多人关注的 由江舒尹王凯主演的电视剧 他也在其中饰演了公主的这一个角色 不得不说无论是现代扮相还是古装扮相 都是非常优秀的 两个人都这一次合作 确实已经让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期待了 两个在娱乐圈里面这两年发展非常不错的新生代演员 再加上如此被大家关注的一个IP剧本 这样的设定很难在娱乐圈里火不起来呀 而在最近这一个剧本的电视剧也正在火热的拍摄中 让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期待电视剧版本和电影版本 两个会碰撞出来怎样的效果呢 而在这之前丁雨昕给我们带来的作品里面 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传闻中的 陈谦谦中的这一个角色了 他在现代剧的角色几乎是非常少的 这一次饰演的现代角色不知道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觉呢 让我们期待这一部电影的正式拍摄 也希望这一部电影可以获得非常多人的喜爱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